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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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各位看一下那個外面的風 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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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咬了之後 我們這個車是這樣 萧威 萧威 很像颱風片的 對 它在咬喔 咬的嗎 沒有像剛剛咬的 很像地震 對 就像地震一樣 這還是晃動 應該這裡有風多大就好 東北季風來了 好可怕喔 這是颱風嗎 東北季風 是東北季風 東北季風比台灣好大 怎麼不開那邊 通路不能開啊 為什麼 那邊都是差 開掉了啊 那你開的話 殺會夾進去啊 喔 這個真是很愛惜車子的人 才會做到這個 這麼龜毛的動作 那你全開好了 全開又殺很多 有沒有比那個 魯蛋 魯蛋 有沒有比那個 我們去那個哪裡啊 四層西 去屏東的時候那個 那個在哪裡啊 四層西 四層西還要搖得厲害 沒有齁 四層西搖得更厲害 對 所以這個算是小case對不對 對 這樣小小搖比較好水 對的 小小搖比較好水 那個 老闆娘 有沒有體驗到 下面給我紅筷刷 好可怕 好可怕 紅筷刷 還是颱風天 對 整台車齁 你看全部都是沙子 這邊過一夜 全部都是沙子 連包包 什麼都是紅筷 要不要擦一下 好 那個 我問一下老闆娘 這個 這樣子的颱風 有沒有比颱風天的風還要大 這個颱風 跟颱風天的風差不多 這個東北季風 不是這個颱風 差不多 像不像颱風 很像 但是 我們 遇過 風最大的不是這個 在哪裡 在四層西 那個真的是也很大 那個 可是它的風飛超不太感覺 因為它旁邊沒有沙 因為我們現在在海邊 所以海邊這邊很多沙 我們昨天沒有靠海邊 對 我應該還是靠海邊 這個海邊 所以它很多細沙 不是 我說我們昨天沒有其他海邊 所以 是啊 找了 找了啦 現在來個誰呢 我聽你講 車國還是有大叔講的那句話 一個地方不要久留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有些地方很不錯 但是 根本不適合 這樣子 過一夜可以 過一夜可以啊 過一夜OK啦 睡得好飽 過一夜是很開心的事情 然後你看我們昨天晚上幾台車在這邊過一夜 一 三台 四台 五台 六台 然後 欸 走了兩台 先走了 對啊先走了 現在剩五台 剩五台喔 繼續北上 OK 好 一路北上 沒有任何的行程 沒有 你看像不像遇到那個沙塵豹 有沒有 有沒有像 滿像的 超級沙塵豹 難怪那麼多沙塵 難怪那麼多沙塵 各位看到 看到一下這個風 這個風 這個風 這樣看起來還好 但是我們在原地的時候 那個整台車 感覺到好像那個 好像人一直在搖民的車 好像那個四級地震 四到五級的地震 一整晚都是感覺到 那 那如果這種風速的話 我們在高公路上的時候 欸 真的有可能 車子會被吹到 那 這個時候我們在講說 乘載式露營車的另外一個大缺點就是這樣子 好 你像老丈人開的那一台高頂 他的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這樣子 因為太高了 對 他的車板就這樣 他的車很車高 然後如果你是開的是像我們老丈人 那種高 高頂的那個 類似大梯 因為那是Invico的 或者是 你開的是像 乘載式露營車 這個 都有機會被吹翻 就 就有人開著露營拖車被吹翻 那個 真的 真的 上次我們有遇到一個 他就說我是第一個被吹翻的 那一個 喔喔喔 我知道 那個沙灌 對啊 所以 那個 那個 各位出來車撥的時候 喔 不管你開的是什麼車 還是要注意安全 喔 畢竟出來玩是開開開心心的 我要一直強調看電壓 看電壓 看電壓 那個 各位 不管你的庫輪機是什麼品牌的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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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的庫輪機 百分之百的精準 不過 再怎麼精準 還是沒有電壓來的精準 所以 建議各位 不管你裝各樣品牌 或者是你各家露營車 打造場出來做的 做的露營車也好 手本也好 還是電壓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13.4 這個是電壓 這樣子 這樣清楚 OK 像13.4 這個是電壓 這是一個無線庫輪鏡 那大樹的這一個 這個 數值已經跑掉 我現在的充電模式 你看 來到 521.3瓦 雖然我的太陽能加車充 應該也沒有這麼高 其實上我的車充只有調20A 我太陽能大概頂多 最高最高就是 那像這種大陰天 這種大陰天 只有車充的效果 太陽能有限 頂多就是 一兩A的充電而已 所以 跟各位講 還是要看電壓 那 大樹的第一台車 只有電壓表 所以我的習慣還是 我也是知道 個人習慣就是看電壓表 那你看 我現在的充電 充電狀態是13.34 當我們在充電的時候 它的電壓值會升高 這不是你原本電視的電壓值 所以 你要自己去判斷 判斷你的 這個電池到底是 多少% 假設來講 我今天在充電 13.34 35 那我的 可能 我的電池來到 大概50%以上 大概5-60% 那 越到後面的值 它越來越慢 比如說 我的電壓值來到13.8了 13.8了 13.5 它的電壓值就來到 非常非常 你怎麼沒有買無糖的啊 我隨便拿的我也不知道耶 它有白色無糖的說 白色原來是無糖的 對啊 然後它的電壓值就會 當你的電壓值 如果來到了 13.6 7.8 表示它已經充滿了 大概將近90 90 90幾了 到最後的時候 到最後 13.8 到14.6 這個中間 這是所謂的浮動電壓 甚至 甚至 13.7以後 就是所謂的浮動電壓 它有時候瞬間會直接跳到那邊 有時候是它電子在做平板 那 當我們沒有在充它的時候 你所有的充電系統都關掉 包括你的太陽系統都關掉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你的電壓值 你的電壓值 會退回來 13.5 那表示它是正常的 表示它是正常的 或13.4 那有些人看到說 我的車還剩下了多少 80% 50% 然後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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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蘇菱也到了 蘇菱 然後 這個 如果我們的 瓦數 有些人看到說 欸 我還有 我還有 500瓦 比如說 它的什麼 它的AH AH有 有人看容量 看容量 結果它看完之後 發現 它沒電 像我們的北大 我們的 不要講那麼清楚 幹嘛這樣 我沒有朋友 我沒有朋友 北大也沒人 就只有我們叫它北大而已 誰知道北大 對不對 知道的留言 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的北大同學 對 那我們看完之後 他是看百分比啊 他只有看百分比 跟看那個AH 所以他玩得很開心 對 然後出門場面店 然後 不是出門場面店 這一次跟我們出門的時候 他說 欸 好像不走 都到囉 然後 然後就 就怎樣 就 一直跟大叔 你幫我看一下 我的冷氣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沒辦法運轉 結果我去看了它的冷氣 只剩下 回來 我剛剛講到哪裡 我講到說 我講到說 我們的北大同學 他就 看了他的 百分比說 啊我還有 我有50%的電 為什麼會 冷氣驅動不了 而且已經兩次了 後來我們看了之後 發現 就是一個問題 他的電壓 他的電壓 他說他花錢 請人家先幫他檢修 對 三千塊 然後我教他 一照之後 馬上省了三千塊 對 就是看電壓表 他說他 我一直被騙了 結果他是被誰騙 來 你們的卡額已經上線了 被庫輪記 庫輪記騙了 所以各位 記得記得 就是看電壓表 就對了 昨天吃完那些 應該短時間之內 不想吃了 那個 我們一邊開車 還是一邊感受到 這邊的風 這邊的風 GOGOGO 我們現在要 繼續 往北上 要去哪裡 去北港 欸 這一條我剛開的 很漂亮 風雨柯香 細梅東石 就這個 那個 嘉義市大廚的故鄉 各位 多多來我們嘉義車伯 那我們這次來東石車伯 中石在家裡 對啊 要去故宮南院 這是 今年的第一波 東北季風 是第一波 對啊 不過我們影片出現了 搞不好不知道是哪一波了 我不知道 出現搞不好是已經是冬天了 是吧 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影片就是 慢出了 太多的庫存了 生活中的庫存太多了 生活中的庫存太多了 就是慢慢拍 慢慢出 慢慢慢慢 慢慢來 慢慢來 太多的東西 神像你們怎麼愛玩 你說 我愛玩 我只有假日出還要玩而已 然後因為我看什麼 每天都出還要出去玩 那是你的錯局 我們就是每天都有影片可以上 你看 我們沒有順便拍一下你放屁 有啊 不放屁有拍進去啊 那個 這是我們的生活 有時候 在車上 老物林啊 誰在車上不會放屁的 你應該說誰不會放屁 連牛都會放屁 對啊 而且牛放屁還會製造那個空氣污染 對啊 因為它有二氧化碳 那就是我們跟老闆娘的生活 那我老闆娘也會放屁啊 那就是大叔在他才敢放啊 別人在會不會 不會 不會嘛 這是一種禮儀嘛 對不對 那我今天放的屁 你只能聽到屁聲而已 你會臭嗎 也不會啊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那 你們家才不正經 我真的不正經 這個就是我們的生活拍攝 就是很很 很隨性 很自然 一切就是 就走 說走就走 你要走去哪了 你又要走去哪了 我先要來向斯洛根 我在PO那個什麼 那個 下個禮拜你車去這個行程 對啊 因為這兩邊一直有人問我說 老闆娘請 你現在下禮拜請看 我的地址在哪裡呢 我的地址在哪裡呢 新的一個營區 欸 欸 這條是台級啊 看一下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台19線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台19 看一下喔 19嗎 看一下 真的 真的 你看 因為 會貫穿喔 那個 那個什麼 雲 雲家啦 雲家這邊喔 就是19跟17 是我們漏過太多 還是他們開太多 就停了紅綠燈車 就看不到他們了 魚寮村 所以我們要直接去 北港吃早餐 對啊 去北港吃早餐啊 你看這個 兩旁的那個行道樹 然後有沒有聽到那個 風切聲 風很大 哎呀 昨天晚上剛剛在 風 風沒有雨了 有風沒有雨的夜晚 小胖喔說齁 昨天地震了一百多次 被蛇了一百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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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誇張耶 電力夠不夠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去 冷水跟 冷水跟陽明山喔 可以啊 這平常就可以上去 對 我們現在在看我們家的行程 去四十年 有人約喔 十月底才有空 打這一點啊 我們要等到十月底才有空 所以十月底要去哪裡 事實上 誒 事實上要安排 他說要幹嘛 吃不少 哦 他說想要去東北 東北角釣 釣 釣魚耶 那就去那個啦 去 去青山泡就好了 為什麼一定要去冷水看 對不對 現在泡溫泉的季節又到了 誒這條 我以前沒有走過這條路 應該是新路吧 應該是新路吧 還是蓋很久了 很久沒回來 有啦 我以前是常 沒走耶 自從認識你之後 就沒有回來 你看這個新橋 你看上面有一個洞喔 那個飛機就會穿過去 我看起來好像是很久了 你看那個旁邊的雜場都 都深了 有野草啊 前面就北港市區了 來到了園長圖庫了 我常去的是新港是北港 我常去的是新港 北港 北港 你常去的是新港 那你是什麼 新港 你去幹嘛 拜拜那邊嗎 那是新港 對 我們的那個 台灣 鄉鎮車伯 趴趴走 準備要來去北港 那北港完之後搞不好去新港 就拜拜嘛 對不對 是不是也可以 先去北港拜拜 往北港朝天宮方向前進 馬上那個WQ彈下來告訴我們 對 北港朝天宮 這是我們 走夜行程 你看一下 北港鴨肉羹要怎麼走 老闆娘 這樣子 已經吃完那個 新港的鴨肉羹 那這個吃的過程 為什麼我們不拍呢 你知道嗎 因為他生意已經很好了 而且 這是屬於地標性的那個 美食啊 對啊 新港人必吃 一定來的人都會吃 可是今天我們來還是有人說他什麼還沒吃過 對對對 那 那 就是 我們推行的在地美食 那不一定你要吃這個 反正你就在地消費 像我們家冰箱是空的 剩飲料而已 對我們家冰箱這兩邊只剩飲料 我還自己泡了一個泡湯 那空的我們就 就是 所謂的在地美食啊 那 因為有人吃了新港的 那個 鴨肉羹 鴨肉羹 然後現在跟我說要帶我去吃 新港的那個 北港的鴨肉飯 對 鴨肉飯 他比較喜歡吃北港的 好 那我們又回北港了 對 我們要順便去拿東西 他要去拿酒 你看 從台北訂酒 訂到 南部來 剛好趁這次 把他 北上的時候拿回去 唉唷 這邊在幹嘛 喔 比賽那個 錘球耶 你看 哇好多喔 這麼多人 你看 這應該在比賽吧 有沒有 真的是在比賽的耶 這南部很流行耶 你知道嗎 錘球啦 我們現在的 電壓來到已經 十三點三八了 那昨天用完的電 今天已經 也不好 沒有 補了三分之二了 差不多了 早上現在才幾點而已 十一點多而已 對啊 那其實到下午晚上的時候 我們前一碗的電 幾乎已經補滿了 這種 這種 行車補電的方式 還蠻適合環島的 因為你環島一定要幹嘛 環島要幹嘛 環島要幹嘛 環島要在裡面 要用電啊 不是 環島你一定會 走走停停 對啊沒錯啊 對 當然會用到電啊 你講到 我講到不是廢話 我怕用到電 所以我們在行車的時候 補電不是很忙 對啊 好啦 反正就是我們的 環島方式是蠻適合的 那你看這個電 已經補滿了三百AH 不過 這個 還是一樣 AH只是參考 那電壓才是我們要想看的 十三點四 已經來到十三點四 好 老師他已經來到 補得非常高了 容量已經補非常多了 我覺得在南部生活 我還是比較愜意 嗯 真的 車輛比較少 沒有像北部那麼多 而且這麼多人去 隨便都還有地方可以停 對不對 對啊